大盘今天上午出现了一个预演 这个预演叫空军演习 虽然看上去是一个上涨 但是今天开盘的时候 3000多家下跌 那么早的时候 这个位置还2500家下跌 甚至这个位置上涨的加速呢 从这个里面的结构看啊 昨天有很多上涨的 第一天都出现了一个反水 来我们看这张图 通过这个看这是什么呀 这个大家瞧 这是创业版 创业版现在指数上还是跌着呢 这白色先是大盘权重指标股 创业版的指标股 这个开口这么大 这是很危险的 另外我们再看科创版 以科创50为例 现在大小盘股都还跌着呢 而昨天科创版涨的是最多的 涨了二点几个点 对吧 那么这个位置我们现在 有一部分人在说 说是不是黑色星期四之前啊 这些东西都要出现一个反水 明天就是周四 俗称黑周四 所以今天有没有人提前给他跑路啊 咱们先不确定他 最起码我们是减了 我们减了多少 原本的我不是52%的仓位 但是我是倍量加 一倍量的时候有点麻烦 在哪呢 有些东西一加加大了 加过了头 那么相当于120%的仓位 今天上午在11点之前的时候 我们在10点半做出减仓 减了多少 一下子相当于减了 将近70%的仓位 现在我的总仓位就剩了50%了 我已经减了大部分仓 总之现在是四个品种都减了 就剩下50%仓位 大家明白是啥意思就行 那么明天如果黑四星期四真的来了 明天他跌下来的时候 我们借的那个时候 给他拿回来好不好呢 对呀 昨天前天 昨天是大盘第一天 涨得不错 前天呢 咱只交易日啊 就是12月的30日 那一天这不也涨得还行吗 都回回雪 现在总体来讲还可以 这样来讲 我们现在出现一个波段性的操作 这不就行吗 另外今天我在做早播报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什么来着 大家记得过 以上证指数为例 这个位置60分钟可是出现一个高九 出现的时间就是在11点之前 也就是确切的说就是10点半 10点半出现序列高九 60分钟那不就是第一个小时 出现序列高九吗 去出现序列高九 而且是阳线序列高九 这个就证明阳线序列高九成立 成立它这个位置要是出现回落的话 大家看可能就像这一波 那你说说我们干嘛不给这位置提前减一减仓呢 即便是这个位置减仓 咱们是给这位置再接回来 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 换句话说我们这是不是相当于做了一个什么波段呢 就是这样 好我们看一眼热点方面 跟着我这个提往后来啊 今天上午的时候 昨天跌的比较多的像银行啊地产呢 尤其是券商啊都出现上涨 那么今天就是涨的多的这部分 很多都是昨天啊被涨的 这不就是今天早间我在给大家做早报报的时候说的 轮动吗 那么这些股一旦大盘权重指标股 一旦低估值 你像房地产啊银行啊券商啊 一旦这些东西要是动起来 那么他们就会把资金给争过来 这个就叫红锡 那么资金一旦到了这些个低估值 全弄白马股 那么小盘股涨的就差 所以今天咱们看这个位置 你看科创板现在还跌这么多呢 对不对 就是科创板 创业板呢 这大盘股还有什么也不咋地 指数还最起码还滤着呢 这个就是今天早间我们做早报报 这是提前开盘之前 我们就已经用逻辑关系研判出来的 记住啊 古邦我们是啥 我们是石盘是技术派 我们不根本咱们不说猜 我们只是逻辑关系在哪 我们就按哪去 逻辑关系最主要的一样就是资金 来我们看一眼资金 今天上午成交4800亿 资金有一点点的还可以吧 有一点点 但这个资金不能支持所有东西都上涨 所以今天白马股低估值一上涨 这些个你像双创类的科创板呢 还有这个创业板呢 都开始翻绿 对吧 那么这个位置就跟咱们分析的逻辑 就证明咱们的逻辑是对的 那么逻辑是对的 这个位置呢 我们在说的时候就是强调的 就是这个位置 60分钟级别 那么这个位置有一个序列高久 60分钟序列高久 上一波在这出现 然后出现回调 那么这一波就在刚刚的提前半小时之前出现的啊 那么会不会继续回落呢 为了防这个 为了防止明天的黑色星期四 为了防止我们好不容易回雪 这不是从这个上一周的 去年最后一天开始出现的就这几天的上涨 我们不能把它给弄回去啊 大家要明白 在这里头我们一定得小心啊 大盘这是才回回雪 那么这个位置一旦它又是回撤的话 力度会是什么样 记不记得我昨天跟大家画了个线是怎么说的 就是这个20线 当到20线就要面临压力 这个位置如果上涨的速度不快 成交量不够大的话 这两个条件满足不了 那么这个位置就会往有回落的要求 那么它回落的话 一旦回落到50线就在这个附近 我们给它抓回来 那样好不好呢 瞧这个位置这不就是冲上来回落 那不就回落到50线再上吗 那么古邦在这啊 无私的分享 这都是我正常来讲 这些都是收费课程 但是现在我说的这都是免费的啊 我摆我的个人观点无私的给大家 那么我们能干啥 我们就能给大家提供一些专业的就这些个分析吗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 既然已经到了压力 我们不一定卖在最高点 但起码来讲 我们应当有一个风险意识 好了 在这总结一下 大盘上午的时候 虽然说有一点量 但这个量不足以支持 5000家都在涨 昨天是将近4200家上涨 只有600多家下跌 今天没办到 今天早盘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2500多家下跌 对吧 只有2000家上涨 甚至还要少 尤其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出现了大小盘轮动 轮动分化格局还没改变 就是大盘权重指标股 这些低估值上涨 那么这些小盘股呢 尤其是双创 你像创业板在这绿着盘呢 这不这呢吗 绿着盘呢 还有科创板干脆给这块 大小股都出现下跌 这个就不是什么好现象 科创板6万多亿的市值 它也不可忽视 这些东西是很你比方说六八字头的 昨天是不是一大票都他们在涨肃榜前列呀 而且大家要明白一点 我们要知进退 因为有很多时候人家这个趋势已经走坏了 那么我们干嘛还要跟着呢 所以说面临着明天黑色的星期四 能不能出现我们不知道 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为了保险起见 这不是这个位置已经到了20线 这个位置如果不能快速突破 或者是说成交量有效放大 那这个位置就会被压回来 压回来的话 那么再跌回来 你说说今天股邦减了将近70%的仓位 我现在还剩下50%仓位 这个不就属于标仓吗 这个标准仓位的时候 要跌到回来之后 我是不是还可以倍量加仓干 是不是这样 好 最后说一句 大盘在这个位置呢 有调整要求 这是短线向的 那么超短线呢 超短线 我们按照超短线的技术 我曾经教过大家 超短线应该看什么指标 超短线上 只要说这个位置 它没有跌破一个趋势线 这个就是趋势线啊 没有跌破趋势线的时候 超短的高手们 你就可以在自己那个品种当中 做以博弈 一旦要是跌破趋势线 那么赶紧的 我们就得知道下车 好 朋友们 更多的话呢 我们收盘先跟大家讲 今天上午的时候 市场热度只是55度 而且呢 像电竞啊 工程机械 银行 尤其是家电呢 建材 房地产 这些东西一上涨 那么摆大盆 其他的一些个东西 给干下来了 尤其是双创 科创版呢 还有说创业版呢 把这些东西都给盖住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条件就是 如果不出现快速上涨 那么这个位置 一下子就能把它给打漏了 换句话说 短线 超短线 在这个位置 都应该进行一个防守状态 那么明天 或者今天下午 都有哪些机会 尤其是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看好 一旦这个位置 短线 超短线 要是跌破了这个趋势线 那么一定得知道 往下剪 好 朋友们 我是已经下车了 不管靠不靠谱 希望大家 兼听则明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 加关注 更多的话 我们收盘 跟大家一起讲 朋友们 收盘见 大量 下车 适应 下车 下车 下车